仔细看 女人身后的画像竟然活了过来 地毯上还有果冻一般的生物 朝她缓缓逼近 下一秒 女人就这样被活生生的 吸入了二维世界 等克拉拉赶到时 房间内已是空空如也 只剩下一个手电筒躺在地板上 这时 克拉拉看到了墙壁上的涂鸦 她将这些信息传给了博士 博士告诉她 这是放大并二维化的神经系统 他们明白了 女人被二维生物降维打击后 拖进了二维空间 他们是在解剖研究人类 这里正在遭受二维生物的入侵 正当两人商量解决办法时 房门突然被神秘力量关上 旁边的小黑正准备逃跑 却眼睁睁看见门把手 变成了二维平面 博士警告他们远离墙体和地面 因为二维生物只能通过平面移动 墙角的沙发瞬间化成了一副油画 只要被二维生物碰到 必死无疑 两人赶忙跳上吊篮离开地面 眼看整个房间都要被二维生物吞噬 两人赶紧使劲摇晃吊篮 终于在最后一刻从窗户跳了出去 一天前 博士和克拉拉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调查小镇人口失踪案 可电话亭刚刚落地 出口大门就缩小了一半 博士用力挤出去后 看着这个还没他高的电话亭 一脸猛逼 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长高了 用音速起字检查过后 他发现确实是电话亭变小了 为了找清原因 博士和克拉拉决定分头行动 克拉拉先去周围独自寻找线索 博士留在电话亭内 查找无故变小的缘由 就在这时 意外又一次发生了 电话亭竟然变得比之前更明明 但内部尺寸还是保持原样 克拉拉回到原地 都差点没有找到电话亭 博士告诉他 有东西在吸食所有的外在维度 因为钻不出去 博士只能让克拉拉 去寻找维度缩减的源头 寻找把电话亭恢复正常的办法 在当地人小黑的带领下 克拉拉来到了缩减的源头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 那吓人的一幕 经历了刚才的降维打击 小镇人口失踪案也有了答案 原来那些失踪人口就在墙上 他们被二维生物变成了人形涂鸦 就在这时 危险再一次袭来 墙上的涂鸦居然全部动了起来 只见他们化作二维生物顺强而下 但凡被他们碰到 就会被吸入二维空间变成纸片人 几个路人哪里见过这般场景 克拉拉赶紧带着他们逃命 为了搞清二维生物入侵地球的目的 博士建议和他们沟通一下 就目前的线索来看 二维生物一直在用自己的办法 理解处于三维空间的人类 这可能是一场误会 在博士的指挥下 克拉拉拿起音速起子靠近了大喇叭 博士用特殊的语言和二维生物沟通 然而对方却只传过来两组数字 其中一组数字为22 这正是一位路人的衣服编号 几人赶紧看向这位幸运22号 难道他是被二维生物选中的男人 然而下一秒 克拉拉发现22号 突然站在原地不动 等换个角度再次观察时 只见对方已然变成了纸片人 原来刚才的数字代表攻击目标 看来二维生物就是在故意杀害人类 沟通失败之后 克拉拉只能带着众人继续逃命 一行人躲到了地下隧道 可就在他们继续往外逃的时候 却发现门把手都被降为成了平面 他们根本逃不出这个地下隧道 与此同时 二维生物再次吸食了 电话亭的门员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双巨大的黑手从后方伸了出来 又一位无辜路人被拖进了二维世界 更加离谱的是 这些二维生物在吸收了足够能量后 竟然进化为三维形态 他们像丧尸一样开始追击目标 博士为了帮助他们从隧道逃出去 递给了克拉拉一个重建维度设备 这个设备能将二维化的物体变成三维 铁门的把手 瞬间从平面化恢复了正常 为了防止二维生物跟过来 克拉拉还特意将铁门变回了平面 然而二维生物已经完成了进化 也拥有了转化维度的能力 他们注入能量 门把手轻易就被破解开来 这是一群来自二维空间的怪物 他们形似丧尸 只要被他们抓住 就会被吸入二维世界 变为一滩流动的二维米 他们一路追赶着克拉拉等人 博士虽然有能力阻止这帮二维生物 但此时电话亭的能量也被他们吸干 他没有办法走出电话亭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一旁的路人想要抢夺电话亭 克拉拉想要制止 却让电话亭掉了下去 最终电话亭掉到了铁轨之上 而在此时 一辆火车直冲而来 经过刚才的坠落 电话亭最后的能量都摔没了 博士只好手动逃离铁轨 只见一只手从塔迪斯里面伸了出来 然后一步步缓慢移动 博士最终顺利地逃到了铁轨旁边 可由于博士过于激动 跳起小舞 这让电话亭失去平衡 再次陷入危机 眼看火车就要将它压成肉饼 危机时刻博士启动了封锁模式 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想要逃离隧道的众人抵达洞口 才发现大量的二维生物早已等候多时 突然又一辆火车 朝着洞口方向飞速驶去 克拉拉赶紧发动音速起子 使员误以为前面有红灯 及时杀停了列车 这时小黑走上火车 发动引擎准备撞击二维生物 然后跳了下去 可最终火车也完全被二维化 紧接着二维生物 逐渐从地面爬了出来 开始一步步朝几人追来 克拉拉一行赶紧向后方的房间跑 也终于发现了掉落的电话亭 只是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正方形的盒子 而克拉拉隐隐约约想起 博士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电话亭的能量 完全被二维生物给吸收了 没办法再启动 克拉拉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赶紧找到一张海报 让小黑在背面画上了 一个带有门把手的大门 随后贴在了墙壁上 然后再将电话亭 放在了涂鸦的另一侧 此时的二维生物 看到平面的门把手 就打算利用能量转化为毒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一张平面画 他们没办法把一个假墙 恢复成三维状态 而不知情的二维生物 还在不断的疯狂输出能量 而这些能量 全被墙壁另一侧的电话亭所吸收 终于恢复能量的电话亭 逐渐变为正常形态 然后抵挡在了二维生物面前 开启了一层防护屏障 这时博士也终于出现 从电话亭内走了出来 愤怒的博士认为 他们已经违背了空间维度法则 并且还乱杀无辜的人类 博士从克拉拉手中 接过音速器子 大手一挥 动用自己的力量 将二维生物全部送回了 他们的老家 三维世界的生物终于安全了 而这次克拉拉的表现 也得到了博士的肯定 他们又一同踏上了 新的时空冒险之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是来自 神秘博士中的维度陷落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